在今年新年贺岁片获受好评的美人帮一众演员 再次清潮而出 9月15号为2012年贺岁片哈比全家福伴雷厂开敬礼 美人帮的高收视并未让年轻导演感觉到压力 导演说收视率靠的是演员 他已经交出了故事内容了 哈比全家福说的是一张全家福照片背后 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故事 主要演员包括姓威廉 蔡佩玄 李明忠 陈凯玄 林静苗 杨艳艳 蔡何丽 胡天瑜 庄仲伟 王书军 陈佳琪 陈美军 Jack 蔡宝珠等 这一次的情侣配对都是延续美人帮的原班人马 造型夸张 众演员在开镜里上表示 觉得自己得罪导演 大家都觉得导演把自己喜欢的元素都套在演员身上 就像庄仲伟的造型就是导演最喜欢的 对于在自娱李明忠配对的杨艳艳也作状表示不满 因为美人帮你少说一句sorry 臭到不行的蔡何丽 这一次在戏中迷恋并狂追林静苗 先加入的陈凯璇更是高腰裤中分头 扮演内向男生 并与喵喵是一对龙凤胎 女主角蔡佩璇说 导演要她在平平无奇的性格中 想办法凸显自己真的很难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东西了 之余你还要去想办法让自己突出 其实我觉得突出到来 你又不能让人家觉得说 你非常刻意去搞笑 非常刻意的想要跟其他人一样 就是说很搞怪很鬼马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尺度要拿捏到很好 就是要经过思考的去揣摩这个角色 一定要思考 今年的美人帮跟明年的哈比全家福的不一样之处 就是这次依然会走这个搞笑的路线 可是是亲情的关系 那不是爱情 就是一般传统华人家庭 他们就是把爱放在心里 爱你在心口难开那种感觉拍出来 就让美企期待2012年的农历青年 即将登场了一部充满风土民情 搞笑又不是温馨的 喝醉电视电影哈比全家福吧